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你发现君子蓝出现晃动非常明显的情况 那么十有八九就有可能是烂根了 那么如果是轻微烂根呢 我们就用这个土壤专用的杀菌剂二媒零 吸食之后呢给它灌根 大概连续使用两到三次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如果是严重烂根呢就不得不给它换盆了 但是呢有话又反映自己的君子蓝 晃动非常明显 但是没有烂根根系还非常好 那么出现这种晃动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种情况的话呢 一般都是因为你们用的土啊 都是一些辅业土 比如橡树叶这一类的土壤 那么它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啊 腐败速度会非常的快 那么腐败速度快的话呢 它这个土壤就会往下沉 一旦往下沉了之后呢 你的花根呢就重不稳 也就会出现这个明显晃动的情况 这个时候呢我们高温天气最好就不要换盆 所以直接给它再加一点土 把它盖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养君子蓝的时候 大家用土的话呢 其实不一定非要用辅业土 特别是南方地区 我们可以用泥炭加一点这个 颗粒型的火山石啊 或是河沙来种的话呢 它的透气性历史性比较好 也不容易腐败 这样的话呢 植株栽种的也会比较稳 所以如果出现君子蓝晃动明显的话呢 其实不一定是烂根啊 还有可能是因为花土腐败 这个土壤下沉招传到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